好的,我们现在来制作这个帽子的下面这儿啊 两个小球球的部分 这样它的整体效果呢就会更加的完整啊 好,小球球的制作呢非常非常的容易 而且可能会令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 你看,我们就是拿这样的毛线 松松的啊,给它团一个小团团 看到了吗?千万不要太紧了 哎呀,也不要太大了啊 太大了可能就影响它这个可爱的程度了啊 然后给它直接剪断 松松的绕一个大概啊 它的直径呢在三厘米就已经够了 现在这样差不多三或四厘米啊 这样就足够了 好,然后呢我们就拿这个 颜色跟它比较接近的色彩的线啊 如果没有的话用和我一样用裸色的也可以啊 一定要认一个单线 千万不要是双线啊 可以弄的稍微长一点 哎 哎呀,我这个小剪子不快了 好了,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线的尾部这儿啊打一个结 现在呢就把这个松散的毛线团啊 通过缝合 来使它形成一个非常圆润的毛线球啊 怎样缝合的呢? 你看它表面上的这些线段了吗? 实际上我们缝合的时候啊 每一个缝线 一定要进入它球体的啊 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的位置啊 让它的每一根缝线实际上 都是和你这个毛线啊 成一个十字交叉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不能是平行的啊 如果平行的话 你无法把它缝合和绑定住 看 每次进入 都是进入到 它的球体的 四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看 与所有的 松散的毛线啊 都形成这样的一个 平行啊 这样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效果 十字交叉的效果啊 你看 就是通过你的这些 看到了吗? 注意看 哎 固定住了 对不对 就是通过你绑线的 不停的绑定 来使得 我们这个 由毛线球 毛线球绕成的这个团团啊 变成一个 很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小球球 看到了吗?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啊 来固定这些 散乱在表面上的这些毛线 看 拉线 千万不要太紧 如果太紧的话 你的球球就会变得又硬又小 就没有这个松紧的程度了啊 你看 只有表现力超级赞的这种毛线啊 我们才敢 用这个方法啊 来 完成这个小球球 但是你要普通毛线的话 你只能做一个小球球了啊 用很多的毛线绕来绕去 最后呢 还要把毛线呢 给剪断 这就是传统的方法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个小球 这种毛线的特点呢 我们用另一个方法啊 同样也能完成啊 非常可爱的小球球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小球啊 给它固定在 我们的这个帽子 霍尔的正中间的地方啊 固定的时候 可以用双线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单线的 这个短线团 给它拉到 比这个 线根略长一点的地方 这样 你缝的下一针 就将变成一个 双线 一个小小的 可爱的 装饰的小球球 就完成了啊 和帽子 合为一体了 并不复杂 对不对 所有人都能完成啊 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 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小猪猪的 所有的造型的位置啊 极其完美 比例超赞 一流 所以大家一定要 非常认真的啊 看咱们那个教程啊 每一部分 我的重要提醒 一定要认真看 每一部分的 位置 以及比例 一定要和我的 保持一致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得到 和我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 小猪猪的一个造型啊 你看 有一个小球球 是不是显得 非常完整了 对不对 下一个也是啊 就和大家一起制作了啊 下一个小球球 绕一个松松的小线团 看 哪个位置陷下去了 凹陷下去了 我们就让这个毛线在哪个位置绕啊 这样它自然的啊 就变得比较圆润了 看 多余的部分 剪断 好了 下个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把这个小猪猪的 所有的数值呢 给大家公布一下啊 就是它的宽度是多少 是和多大头围的孩子佩戴 以及多少 以及不同的头围的人 我们需要给它把帧数增加 或者减少到多少帧 才能够啊 使它带着是非常的适合的一个尺寸 下节我会帮大家啊 把这些非常非常详细的讲解出来 同时呢 还会通过啊 数字 以及卡片的形式啊 让大家对这一部分非常了解 如果你制完了这个 还想给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宝宝 再制一个帽子 相同的小猪帽子的话啊 没问题 我会给大家讲解的非常清楚的啊 让你要确保你能够完成一个不同号码的小猪猪的帽子 你看看似在乱缝 但是只要你注意一点 你和要绑定的那些散乱的毛线 只要在进针的时候形成的是十字交叉的这种角度 而不是平行着的 那么你一定能够把这些啊 在短时间固定好 注意不要用力的拉扯线啊 如果用力拉扯线 你的这个线团就很有可能 变得非常非常硬了啊 就失去了他的这个非常可爱松软蓬松的这个效果了啊 当两个小球一样大的时候 就可以和小猪猪的这个霍尔的部分相缝合在一起了啊 你看为了特意的固定住某些位置啊 我还会有意识的啊 调节这个线线的这个绑线的这个位置啊 好 现在我们就要跟它固定在一起了 找到正中间 好 最后一阵也已经缝好了 剪断它 现在再来看 我们就不安排那个尾巴了啊 因为当时又考虑了一下 确实要有尾巴的话 显得它好奇怪呀 对不对 头上有一个尾巴 在后边就看着就不对劲啊 不舒服了 好 你看 现在我们这个小猪猪呢 就已经正式的完成了啊 一些小细节 大家需要再来处理好 比如我们在缝合眼睛的时候啊 内部会有一些黑色的线头 大家到内部啊 给它打结记好了 明白了吗 表面如果有些位置啊 还不够完美 那么大家再重新的修整一下 如果两个耳朵不对称 怎么来解决呢 比如说两个耳朵啊 耳朵啊 这个位置啊 一个高一个低了 那么就把高的那头 对出来那头啊 这一位置往这儿呢 再多缝一点 明白了吗 往这位置再多缝一点 但如果这个位置没有对称 如果这个位置没有对称啊 耳朵的这个地方 那么就把那个离得远的那一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给它这样连接着缝 明白了吗 从这个位置给它这么连接着缝 那么你就无形当中移动了耳朵的距离 这样就能够保证 两个耳朵是在一个非常对称的状态当中了啊 好了 下个视频我会教大家不同的年龄段 怎样完成不同尺寸的小猪帽子